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學界體育的時間 今集我們很平衡請到聖工會足球隊的教練老師 阿祖和大家聊聊齊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聖工會中學的體育老師 足球隊的教練 和澳門U17代表隊的教練 廖彥祖 為什麼會喜歡足球呢 體育課一般到最後都有些自由活動的時間 我們就南校一定是拿足球踢的 爸爸也很喜歡看球的 看萬聯 從那一刻開始 基本上每個星期六、一 我們都是在家看球 之後就出去公園踢球 我媽媽經常會拿出來笑我 一、二年級小時候 我的夢想、我的志願 都還是一個足球員 去到應該是方溫 之後又可以射藏文 射我的志願 就開始慢慢知道 澳門做足球員未必可行 那時候應該已經方溫 開始射了體育老師 足球打十一個人 很多個位置 但是龍門 真的有小朋友很不喜歡踢龍門 一猜輸那個才做龍門 那為什麼自己又跑去做龍門呢 以前小時候身材 在學校同年紀都高大一點 挺喜歡打籃球的 反應和對球又不是很怕 之後就慢慢就愛上了 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但角色總是經常被人忽視的 好像小時候說 我們就喜歡站在龍門 那些人射過來 你成功擋了球 令到他覺得 這個龍門這麼難射 越射越近 越射越近才射得進來 那個滿足感 其實我覺得重大 有否比賽比較難忘 去到這一刻 兩場 一場是持有學界最後一場決賽 因為在上一年其實我們四馬輸了 八強 之後就一向秉承著 其實每年都想入決賽爭冠軍 之後很想去贏回那年冠軍 所以那場球2比1對利馬鬥 其實我們都準備了很久 那場球很深刻 第二場是代表澳門青年軍 去亞青賽對盧窩 4比3贏 那場又算是第一次國際賽贏過 也很慶幸 那場大家都打得很好表現 最後是嘉恆入四球球 最後4比3 當然我自己打得差 輸三球 但最後球隊贏過 我們那場也很深刻 當年其實你接受訪問的時候 又哭了 整隊球都興奮到 其實這些鏡頭 今時今日 再看也很大感動 我自己一看到 為什麼我們這些學生 可以這麼有熱誠 這麼有鬥心 其實這是一個詞 有一個傳統 因為以前我們賽期都比較長 八月到五月 我們才完整個學界賽事 以前球會練習又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其實在校隊練習 接觸一些大哥哥會比較多 而且以前我們都很流行 A B組一起練習 那些大哥哥就會表現出 我們要為學校去拿獎 其實是一家人 所以都挺大感動 挺想去幫自由 去拿好一些成績 那這種東西其實 是大到你今時今日做教練 都是用這種方式去做 成功會一樣 我們現在有個微信群 是我這麼多年的A組球員 去組合一齊 現在有100個球員 近兩年我們都得到成績 那些校友和大哥哥都會恭喜我們 都會說大家做得很好 那個群組叫做Mac Football Family 我們都是一個家庭 上次我們訪問歐Sir 歐Sir曾經有個學生 跟他說阿拳 雖然劉磅我幫你打他 拿冠軍給你 那個是不是你 不是劉磅 那次是Form Six 但是最後一年 我們都很想說 不如我們努力一點 感恩節 因為那場球是感恩節之後 我們感恩節有個 算是Form Six的表演活動 所以我們就很希望 那天我們的訊息就是 想給個冠軍 給歐Sir 為什麼這麼小時候想做體育老師呢 為什麼這麼小時候想做體育老師呢 以前見到歐Sir 見到伍Sir 就是我們以前室友的體育老師 都好像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他教練 除了教練踢球 還教我們做人 這件事我覺得很值得去學習 成全 而且他們是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你很早已經開始接觸到教練的工作 Form Five 開始有時學校的暑期班 吳少恆老師就會說 見到我好像挺有興趣 教小朋友都叫他幫忙 我想那時候就開始上去學做一個教練 慢慢慢慢就覺得 教小朋友其實是一個挺神聖的工作 從哪一刻開始自己是立定心態 我還是要走教練這條路呢 我想兩個方面 有一次我好記得就是 同時間我球會有練習 學校有練習 之後我最後是要選擇去 因為學校真的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那時候就沒有辦法了 就選擇了 不如我跟球會說 那天練不到 我要大訓練 那一開始就覺得 英國這件事是不能公存的 那一刻覺得自己很想投入這個工作之後 就要真的會選擇好一件事 那第二件就是應該是傷患 那之後有段時間受傷都比較頻密 那之後就覺得不如慢慢退下來 那你自己想做一個怎樣的體育老師呢 除了教他課本上知識 做人真的很重要 教他怎樣做一個有責任感的人 是非常之重要 當你做所有事情很有責任的時候 我相信你會對每個人都有負責 你會將事情做得更好 用什麼方式 通過自己的身教會 帶一些學生去做責任 最基本的手勢 我想我們每次去訓練 都要預早去到球場 至少告訴球員 我永遠都是最早到 或者我永遠都不會遲到 他們慢慢就會培養出這個習慣 第二就是 不要輕易放棄每一課訓練 多辛苦 下大雨也好 多塞車也好 多多家事也好 不如我們先去訓練再處理 因為有很多體育老師也好 或外面的教員也同一生 都說過 現在可能有很多年青人 年青球員也好 經常都不來訓練 有很多藉口 我今天生日 家企人生日 什麼節日 就可能會請教 我們定了星期六練習 基本上 一年內三十多四十個星期 星期六都會有訓練 教練永遠都會在 無論四個人 無論六個人 無論二十個人 都會有訓練的時候 他們就會知道 不會輕易放過一課訓練 其實教聖工會 你已經教了很多年 有多少年 超過十年 由大學大 一年尾開始教 之後三年 今年是做第十年的體育老師 應該接觸聖工會足球 應該是十三年 聖工會足球隊的開芳牛 可以這樣說 其實做開芳牛很辛苦 基本上是從零開始 都認同 最辛苦是哪裏 第一二年做體育老師 開始慢慢教B組 教A組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學生 沒有那麼多資源 你剛剛看見外面球場 其實都是一個很小的籃球場 但當打B組 打A組的時候 是一個大場的時候 我最記得是要用一些工體網時間去練習 去出場練習 當時我最記得是揹著籃球 揹著電單車 十多個足球 駕駛過橋去球場練習 那個感覺應該是最難忘 最難忘 最難忘應該是什麼 當學生都走了 自己在那邊倒球 還要再拿球回來學校 或者回家 對 那時候好像很落幕 對 穿得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之後當然有很多教練 慢慢去幫忙 我們就 越來越 像一支團隊 都很辛苦 對 但為甚麼呢 為球員踢球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各種事情都迎刑而解 A方法不行 就要找B方法 走一年走兩年 有很多事情就順利了 D組 G組 當年不是很夠人 其實真的 出後備都不是很多 我很有印象 CD還有一套好的教練 八、九人就可以開一隊 剛好只有十七個球員 或者十八個球員 如果只報一對球 就有很多小朋友 不能踢 不如就 兩對球 八、九人一隊都好 但也令到小朋友 有多些比賽機會 但是拆開了 就少人滿 第一是少人滿 第二是自己的工作量 大了很多 跟一對球 相對簡單 跟兩對球 不要說買三部 簡單的事情 只是一個賽期 兩隊 起碼要出兩次的時間 一對球五場 兩對球十場 剛剛開始教勝功會的時候 自己有甚麼目標 我想每個教練 特別是我們從小到大 都像是似有 傳統的 都頗著重體育活動的學校 我們都想帶領學校 去拿學界貫穩 A組 怎樣激起小朋友的鬥心 我們現在的家長也好 現在都很受 這件事 這個好問題 家長也是一個原因 家長也是一個因素 如果家長很支持小朋友 小朋友其實聽得特別努力 小朋友更加會多些機會 多些平台去訓練 去接觸足球 這樣的話 小朋友成長會很快 所以家長的支持很重要 也都慶幸勝功會 從小到大的家長 都很支持小朋友 這個都是我經常分享 來這裡開心的原因 這個成功會的家長是出名的 真的 由CD組開始的同場 站在教練的角度 一定是好事 但其實同時也有壓力 分享一下 嘩 是 也有壓力 當你講解戰術的時候 如果後面有些家長在 其實你是有壓力的 但是也是一個動力 讓你去知道 你在做的事 其實都是小朋友 會 因為他們聽完之後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都會反應給家長聽 沒錯 所以你更加不可以說得 隨便 不會更加 不傷害到一個小朋友的事 對 你要用激勵一點的方法 用正面一點的方法 我相信每個清粉教練 其實應該都需要這樣做 去激勵一些學生 正面一點 去令到球員 雖然失敗了 錯敗了 但也有繼續走下去的因素 學校方面其實有沒有什麼要求 每個外面看的人 以為都被很多壓力 其實學校的壓力都沒有 對 但相反學校是十分支持 對 無論是A組的比賽 無論是D組的比賽 對 學校的管理層 學校都十分支持我們 2016年 就拿了第一個D組的冠軍 六年前的事 還記得嗎 記得 這麼印象深刻 怎麼印象深刻 那年是小子打大子 我們那年是比較 D組的時候 大部分球員都是五年級 對普民學校六年級 體型比較健碩 體型比較健碩 能力比較好 之後 輕肯守和 之後就射馬 又是射馬 這幾年都好像 跟射馬離不開關係 離不開射馬這個命運 其實當年拿了D組的冠軍 現在還有球員 還在踢 今年就是最後一年 他們的方式式球員 就是李正能 他們出現 看著他們的成長 是否特別開心 也是 他們這班球員 因為除了教好他們 踢球 在校隊踢好球 出到他們暫時 他們的球會 代表隊的教練 都不會有很多負面的新聞 很多負面的評價 暫時都不錯 對於你作為一個 由小培養他們的教練 你會覺得幾開心 到今時今日 其實A組已經是 增標分子 熱門 其實 有什麼感受 十幾年 壓力大 壓力大 特別是 上兩年獲勝 上兩年獲勝後 壓力其實都有 壓力大 但是我想都是一個動力 去讓自己再想 如何進步 再想仔細一點 如何去贏每場 贏每個賽事 最主要是哪一步 我相信未必一定會是輸贏 冠冠 你見到球員付出很多 有限一個星期 除了校隊訓練 有球會訓練 有代表隊訓練 他們還要空餘的時間 自己去鍛鍊 你會看出球員付出很多時候 你會覺得更加要為這班球員 他們都為同一個方向的時候 作為教練 就更加要做的事情 更加比他們更多 所以壓力應該是來自這裏 他進步之餘 我們都要進步 我們都要增值自己 有沒有哪些徒弟 自己最喜歡的 或者覺得他踢得最好的 這樣說 例牌的答案 就是每個人都好的 在我生活當中 每個人都最好的 我相信每個人都知道 發生一些六頁的球員 或者以前D組 16年老冠軍那年 是打後備的 去到上兩年老冠軍 其實已經是打正選 背後付出的時間是更多 我經常會拿他們的例子 去跟一班小朋友說 不要覺得自己小朋友 小組打後備 不能出 出得少 就灰心覺得自己 是否再適合踢球 其實去到大後 只要你付出得夠多 去到一定的時間 其實就會給你一個機會 去證明自己 教練是看到的 對 教練是看到的 前年第一次拿冠軍 就很開心 哭了 去年 或者上一屆 叫做衛冕成功 都是哭了都很開心 哪屆開心一點 難忘一點 應該是第一年吧 一定是第一年 應該是 由零到一的時候 是最難 最大步的一步 那年還要是 排面上我們是比較 舒適一點 沒錯 年齡又小一點 而且體格也是差一點 就是 一談起感性問題 阿祖都經常 都是很感性 其實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改過 沒有改過 自己的性格就是 一說到足球 一說到勝功 一說到持有 就一定是 是 自己成長的地方 是 拿到自己長大的地方 還有 做了很多心血下去 等等 哈哈 自己放了很多時間 其實有很多事情會犧牲 都是 時間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試過 可以 即是放工後 一晚是要練兩場 即是教兩場 去到夜晚 早上都七點半 出門後 回來做體育老師 八點鐘 我們要上班 之後就到放學 之後休息一會 其實就要教D組 再教A組 晚上回到9點 就已經要休息了 不單止我 其實很多教練 很多項目的教練 都是這樣 但是 做得教練 就相信 預算了這件事 因為 你放多少心機 放多少時間 出來的事情 會 正備 我想 這兩三年 我們才 好像很好成績 尤其是 過去八年 我們都在做同一件事 這兩年 今巧幸運 體育老師 是否自己 覺得也是一個 終身的職業 十年 我想 對比 體育老師 應該是 第一個階段 因為 認識的體育老師 很多時候 二十年 三十年 沒錯 除了體育上 我想 在足球上 方面 暫時是一個 挺好的位置 足球教練 生涯 還有甚麼想法 或目標 首先 襟擊 澳門足球众會 剛剛 代表完 U18 之後 譚Sir 已經叫我去幫忙 守門員 當然 還有守門員 教練 但當時 他叫我去幫忙 協助一下 足球众會 給了很多機會 我出去 增值自己 去參加很多比賽 無論是 大 多少歲 都有時候 給我們機會 去上行這條路的發展 出去闖一下 去教一下外隊 自己 有沒有類似的使用法 當然有 足球教練層面上 一定是 外出 跟球員一樣 一定是接觸外面的世界 是一個夢想 但暫時這一刻 先做好自己 在澳門本地上 無論是學校 無論是代表隊 青年均好 都希望 帶好成績 累積多些經驗 先看有沒有機會 外出 甚至不是外出工作 而外出 繼續去學習 你是持有仔 大家都知道 你帶聖工會 對持有 會不會又有點尷尬 然後自己又帶開 聖工會 突然之間 又要帶青年均 澳門的青年均 都是那幾間學校的精英 但平時又 又聖工會 又對你們 你感覺很奇妙 很奇妙 真的 持有方面 其實每年都 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 每年都要對一次 也贏過也輸過 但感覺很奇妙 因為對手 對面的教練 也是我以前的教練 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告訴教練 我已經成長了 成長了 你做的事情 都要令到小朋友 知道你的專業性 不會特別偏探自己學校的教練 當我教代表隊的時候 我站在場邊 球員是感受到 我是全程投入去幫代表隊 站聖工會場邊 也是全程投入幫自己對球 大家都是為了 大家對球去做100%的時候 他們是明白的 另外我們每一集都希望 嘉賓可以跟你們分享 自己最喜歡 或者最切合自己 理念的四字詞語 我會選擇 不怕犧牲 為甚麼 這四個字 這一代的 他們未必會明白 很多事情要先犧牲 你才會有你想要的東西 但現在的年青一代 好像會覺得自己 先知道有甚麼可以拿到 之後才會去付出 我覺得 如果這件事比較適合我自己 或者比較適合想帶給年青人 我覺得這四個字是挺貼切 做體育老師 都犧牲很大 犧牲了這麼多私人時間 或者陪家人的時間 有甚麼可以跟自己的家人 或者有哪些人 掙這個機會 多謝一下他們 家人 我會多點回去吃飯 因為自己都 擺了很多時間在工作上 有時都忽略了家人 所以 都 多謝他們 體諒我 不怕犧牲 其實做人 最重要的是 不怕犧牲 同時也要懂得平衡 如何去 將自己的能力 發揮得最好 服務一個團隊 還有 有時對自己 都要公平一點 都要感謝自己 今天 很多謝阿祖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足球方面的心得 心理歷程 很多謝阿祖